歡迎繼續加入10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如 我們今天先帶您看到台北捷運 連續兩天都受到了恐嚇性 首先是在昨天 寄見者揚言要在月台放置炸彈 而今天上午7點 另一封又揚言要在板南縣隨機傷人 警方目前懷疑可能是同一個人所為 加強了巡檢 一旦發現了具體事證 捷運公司也會危安升級 特勤人員進到台北車站 除了把垃圾桶翻箱倒櫃 每一個角落都要仔細檢查 因為台北捷運已經連續兩天收到恐嚇郵件 警方指出27號捷運客服中心收到信件 內容揚言要在月台釋放暴獵物 28號再次來信 揚言要在板南縣犯下隨機殺人案 藉此所討約10萬元 我後方是台北捷運的行控中心 在這邊看可以觀察列車的一切狀況 包括人潮還有擁捨度等等 一旦是發生了突發的事件 也可以及時通報司機 除了在月台 車廂 廁所等安全死角 加強巡檢也增加巡邏密度 而霞區分局要在各站出口 攔插可疑人士 遇上過年雲體數量已經比平常多 又遇上恐嚇事件 警力增加至少三分之一 而巡邏站點也變多 目前也已經掌握嫌犯的身份 以及作案的手法 如果當然未來 有獲得相關確認的情資 如果違案要升級 我們也會請轄區的分局 來加強整個全縣的巡邏 當然我們的違案的升級的話 還是會根據這個情形 如果真的有發生的話 我們現場就會做管制 以及列車的一個通行的一個控制 一旦發現具體事件捷運公司 將會升級為安 就會連兩天收到恐嚇郵件 IP位置分別在日本及荷蘭 但同樣是上午七點多祭出 以似同一人所為 只是今年不到一個月 已經收到六封恐嚇信件 儘管警方言判是惡作劇 但看在民眾眼裡又怎麼能安心 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好 所以警方追查 發現這個發信IP位置經過偽裝 分別從日本東京跟荷蘭祭出 而加上最近這兩封 北捷經典已經收到了 總共六件的恐嚇信件了 而您還記得嗎 先前這一位化名 唐澤貴陽的陸籍男大生 他也用了類似手法 恐嚇過總統府、行政院、監察院 還有大眾運輸系統 因此這傷中是否有關聯 還是嫌犯另有其人 警方目前展開調查 台北捷運連續接禍恐嚇電子郵件 有人揚言要在月台放置炸彈 警方既不追查IP 發現發信的位置都在海外 該怎麼抓 這兩封信都用相同的手法 把恐嚇信寄到北捷克服信箱 但IP位置經過偽裝 一下在亞洲 一下又跑到歐洲 增加追查難度 但專家認為要把人揪出來恐怕有困難 因為類似的手法很常見 甚至有人會直接駭進海外的電腦 控制被害人的主機 既恐嚇信 寄出信件之後 再讓病毒破壞電腦 想抓人 難上加難 嫌犯的IP位置 也可能不止一層偽裝 它是讓一堆人交互的去做一些掩護 所以今天來講 你在連結的時候 它可能會用一些隨機的方式 讓它繞了很多台的機器 當作跳板之後 才會到達目的地 北捷過年說恐嚇信之前有過類似記錄的陸籍 南大申被懷疑再度犯案 他曾從海外寄電子郵件 恐嚇總統府行政院 監察院和大眾運輸系統 北捷兩封恐嚇信手法類似 但過去都有署名唐澤貴陽 這回兩封信件都沒有署名 疑似另有其人 雖然追查不容易 但還是得想辦法揪出藏進人 就怕哪天不只是單純惡作劇 TVB10新聞綜合報導 好那麼再過大約是一個月的時間 烏俄戰爭即將借滿一年了 傳出俄軍沿尼要採取週年的新攻勢 而雙方目前持續在烏東地區進行激戰 尤其是在頓內刺客州西南部的小鎮 叫做布格列達爾 過去的24小時遭到了猛烈轟炸 摧毀了7棟的建築物兩間學校 造成至少兩死11傷 而對此我們還看到美國智庫認為 這是俄軍在為發起決定性攻擊所創造的條件 那麼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則表示將會發起國際活動 阻止俄羅斯運動員參加2024年的 巴黎奧運 來到冰天雪地的烏克蘭巴赫姆特背後 時不時傳來砲擊聲 德國電視台記者跟著烏軍躲進這棟廢墟 直擊他們操作無人機 精準轟炸俄軍目標 烏克蘭前線戰火隆隆 現在挪威有電視台獲准進入專門關押俄軍戰俘的監獄 不過在這戰友們可以上課學才藝或接受治療 在國外媒體鏡頭面前 這些被俘虜的俄羅斯士兵更是充滿怨言 怒刺自家軍隊裝備不足 部隊溝通不良 面對戰俘批評克里姆林公視而不見 倒是猛嗆美國一直抹黑瓦格納軍團 加上又提供戰車 這些舉動無疑是宣布參戰 只是西方國家包括德國不斷強調 絕對無意選入無二戰爭 冰爆火箭猛力發射 俄軍26號轟炸烏克蘭全境 俄羅斯國防部釋出最新攻擊畫面 甚至表示除了炸掉基礎建設 也成功切斷北約軍員前線的補給線 不止如此俄羅斯官媒還做了動畫 大肆嘲諷美國和德國要攻擊烏克蘭的主力坦克 甚至宣稱俄羅斯的T90坦克比德智鮑二和美國M1艾布朗還要威 而且這種大內宣似乎在俄羅斯境內奏效 盡管莫斯科聲稱他們的坦克比較厲害 西方國家依舊不屈不饒繼續軍援 德國防長也公布了鮑二主力坦克送到烏克蘭的時間點 另外澳洲總理宣布將軍員90輛巨複蛇輪型裝甲運兵車 而義大利和法國則將提供號稱歐洲唯一能攔截彈道飛彈的SAMPT防空系統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不過說到這一場的戰爭 其實烏爾雙方在起跑點上是很不公平的 我們先來看比一比雙方的軍力落差相當大 從國防預算到戰鬥機攻擊直升機裝甲車或是坦克車 兵力都相當的懸殊 烏克蘭之所以能夠撐到現在以小博大的精準關鍵 除了西方的軍援之外 當然還有這個大工程無人機 甚至烏軍還成功使用老式的戰鬥機 發射美國援助的先進導彈 再過一個月烏爾戰爭即將屆滿一周年 這場震驚全球的軍事衝突 開戰之初俄羅斯挾著軍事優勢 配合飛彈空襲 兵分四路揮軍直奔基輔 期間雙方也曾在歐洲各國的調停下五度和談 但都因為條件談不攏宣告破局 既然談不成 以美國和北約成員國為主的西方陣營 索性對烏克蘭提供巨額援助 抵抗俄羅斯的步步進逼 也讓俄羅斯總統普清大為不滿 所以它需要稍微解釋 英國的報告提到說從2014年開始 烏克蘭一直在承受俄羅斯的軍事壓力 所以烏克蘭的軍中從上到下 他們部隊整個烏克蘭的武裝力量都認為 他們一定會跟俄羅斯打上一仗 而且是全面性的戰爭 雖然烏克蘭軍方早有準備 然而不可否認的是 邊裝大量老舊遏制武器的烏軍 在戰爭前期比不過裝備先進 來勢汹汹的俄軍 而且在數量上也吃虧不少 其實我們的40年代的戰爭 並不是設計上使用來使用 使用這種類型的戰爭 真的越是虑手 ,越是串通病的预ном机里边 很多预算机都不可以保持走戏 我们的下一个我们的士曼网 小船是本身楼系统的艺术 还有空谷者是所屓的 我们终于不转护自己的性命 因为所有的恐惧 所有的及时机椰 racks 所有的代曆装机 这些是在这些工程上它继续 都是执行在国市 很痛苦,因為你不知在哪一刻這些炸彈,但是聲音是痛苦,我們立即離開辦辦公室 Betriot missiles is the next step, it's already can protect us from the ballistic missile, some kind of missiles 西方的軍事援助確實讓烏克蘭軍方看到了曙光,儘管目前戰事依舊焦灼,但是烏克蘭的反攻行動確是捷報連傳 西方國家在這個作戰中一直在攻擊,我們可以建造這類型的防守衛機器 西方國家一直在提供烏克蘭一些關閉的防守衛機器,但是可能這個部分也能支持這類型的防守衛機器 我想請注意,民主,市長、川普總統的總統,所有工員,我們不看到任何限制 就算普辛揚言在这一次的特别军事行动中没有经费限制 但是面对源源不绝的西方军援以及士气大正的乌克兰部队 俄罗斯究竟能消耗多久 就连英国BBC对当前情势做出的专家分析也不乐观 普遍认为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军事冲突中 似乎在短期内看不到终止的迹象 TVBS新闻综合报导 不过国外战争爆发至今也多次传出俄罗斯总统普辛生病 或恐怕被政变的风声 使得普辛政权面临内外交迫 也让普辛2024的动向备受关注 他还有底气竞选连任吗 我们要先来请教允熙 乌俄战争开哪一年了 战况迟迟是胶着的 目前看不出来谁是赢家 而西方媒体也多有揣测 认为说俄罗斯总统普辛 他的健康状况到底好不好呢 在乌俄战争陷入胶着的时候 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到底支不支持普辛呢 有没有政变的可能 而现在外界在看的是在普辛政权伤痕累累的状况下 有两大问题 第一个就是2024的总统选举 普辛会不会再参选呢 另外当然就是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 对于乌俄之战打的这个不好看的状况 他们是不是会持续来支持普辛 事实上俄罗斯在2022年的时候修宪 当时外界认为说普辛是不是会一路的连任到2036年 主要还是因为年纪的关系 外界认为2036年之前普辛再来安排接班人就可以了 对于乌俄战争现在他的声望可能不好 外界也认为说有没有可能 普辛他干脆就不参选了 但是他也不交出政权 而是选择由接班人来参选 而普辛在背后担任隐误者 另外还要跟允星请教的是 美中双方关系其实在近一年也变得更加紧绷了 有一名美军四星上将甚至预设 美中双方可能会在2025年开战 虽然美方强调这并不是官方立场 但这当中有哪些可以观察的端倪呢 再来请教允星 美中有没有可能在2025年交战呢 这个是美国空中机动司令部司令米尼罕上将 在给下属备忘录里头提到的 开头就说 我希望我错了 但我的直觉告诉我 我们会在2025年打仗 时间点为什么是2025 主要呢 米尼罕的论点是说 台美都会在2024年进行总统大选 因此会让大陆领导人习近平有机可乘 对台采取相关的动作 备忘录里头有两点提到 第一个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化准备就绪的机动小组 另外呢 是要准备在第一岛链作战 并且取得胜利 大家很好奇哦 空中机动司令部到底是做什么的呢 其实它下辖有5万名的军人 有500架的飞机 主要还是负责加油跟运输这些工作 另外呢 米尼罕也提到 他认为他辖下的这些官密人 要能够做到精准射击 甚至近距离的目标 要以头部为瞄准的对象 不过呢 对此哦 其实美国的国防部是这样表示的 他们说米尼罕的备忘录 并不代表美国国防部对大陆的看法 而农历的新年期间 中国大陆跟周边国家之间也不大平静 26号有两架的解放军战机 先后呢 飞进了中海两国重叠的防空识别区 南韩军方派遣战机升空半飞 而美国国防部长也即将在30号访问南韩 因此这个时机点相当敏感 26号上午 两架大陆解放军战机 先后飞进南韩防空识别区 当天下午 有一架再次闯入 逗留30分钟 但没有入侵南韩领空 韩林社报道指出 南韩军方派遣F15K等多架战机升空半飞 由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即将在30号访问南韩 并预计要会见南韩总统迎席月 也让这次共机扰韩 时机显得更加敏感 不止东北不平静 在西南边中印边境 路透社也取得印度拉达克警方安全评估 至于中国不断强化当地军事设施 可能造成更多冲突 两个军队都在测试对方反应 炮兵实力和步兵调动时间 以此立缓冲区之后 实际控制师已经被推入印度境内 人放在拉达克正逐渐失势被中方 更直接的警告 来自关拜上将的美国空军空中机动司令部指挥官米米罕 他在一份备忘录中 很口语话的说 我希望我错了 但直觉告诉我将在2025年打仗 理由是2024年美国跟台湾都要举行总统大选 美国的分心可能让中国觉得有机可乘 因此他要求所属要做好战备 DV的新闻张志明庄志伟综合报道 而台海情势方面 面对近年来 共军的海空军力扩张 加上飞弹的能力压迫 台湾的防卫纵身虽然是越来越短 但是澎湖始终是战略枢纽 关键包括了部署在当地的天之部队 佩服的是起飞速度最快的IDF金国号 5分钟之内就能迅速升空 隐形高分被运转 2万磅推力的发动机 蓄势待发 机身俐落划破台海天空 切开敌军的威胁与压迫 这是海峡攻防最前线 宏湖天驹部队 大名鼎鼎的IDF金国号战机 IDF金国号是由我国自主研发的主力战机 基本上与F16细出同源都是以同样的蓝本来打造 而它最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从整个整补到起飞的过程 最快只要4分多钟 就算放眼全球都是极度顶尖的存在 因此IDF无疑也就是执行海峡拦截任务的 12首选 承袭了F16强大的空战缠斗性能 IDF机身更加轻盈小巧负责中低空防御以及部分对地攻击任务 配备的4巨外飞弹扮演致命杀手 IDF每次巡航 基本的配挂武装是两枚AIM-9P-4响尾蛇飞弹 以及一枚国产天剑二型飞弹 藉由不同导引模式锁定敌机 那响尾蛇飞弹的部分它是主要是追热 那TG-2的部分它就是中程雷达导引飞弹 航点IDF可挂载飞弹种类 包含AIM-9P-4响尾蛇飞弹 射速2.5马赫 尾追最大射程8公里 属于短程空对空飞弹 国产的中程天剑二型 最大射速4马赫 有效射程60公里 是IDF的主力防空武器 而杀伤半径最大的万件飞弹 作战范围200公里 增程型甚至高达400公里 采用极速炸弹 专责破坏机场跑道 瘫痪敌方空军起降能力 强大火力再搭配IDF快速起飞优势 在海峡中线 形成有效战略吓阻 做到洪河目的的话 最主要是可以提升我们升空反应的时间 我们可以叫本岛提升约5分钟 更快速的来接到地基 然后确保我们的领空的安全 飞行中的战机感受到的时空 形同快转 光是长速巡航 一分钟就能推进约7海米 相当于13公里的距离 而台湾海峡平均宽度180公里 若是中共战机家族推力 可能10分钟内就会抵达台湾上空 将IDF战机部署在澎湖 能够争取最多4到5分钟的预警时间 是绝佳的战略折冲 而这款高性能战机 却是专为台海短浅的战略纵身而设计 可以快速反应 夺取制空拳 刚结束巡航任务的IDF返回机宝加油整部 油箱全满仅有1260加轮 光是不到一小时的飞行 就已耗掉550加轮的油料 这正是它最大的弱点 在没有挂载副油箱的情况下 制空时间只有40分钟 作战距离仅仅130公里 挂载两具275加轮副油箱 可以延长到90分钟 约300公里 不论如何航程都不算长 这是当年美国协助我方 研发战机时刻意做出的限制 让用途限缩于台海周遭自我防卫 无法深入中国大陆 发起主动进攻 我们距离中共的海岸线比较近 那我们的话最主要就是 为了抵抗他们进犯的敌击 那我们要把它挡在我们的中心以外 所以说我们就是要 达到我们的警戒升空 随着市区外远程飞弹技术革新 这款自制防御型战斗机 也逐渐跨出被动手势 踏入源头打击战略范畴 一族澎湖拒止中共 在海峡第一线 持续捍卫领空 TPBS新闻和家长顾上军 澎湖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P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